朋友,大家好,在這裏我為大家分析一下 互聯網搜尋追查 每一分鐘互聯網所產生的問題,所出現的問題,所發生的問題,在這裏為大家分享一下 YouTube,每一分鐘可以上傳72個小時,我們要不連結有3個才看得完 Google,搜尋的有200多萬 每一分鐘增加70個月份,增加570個網站 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個人權 在互聯網的網開裏,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產品放在YouTube或Google 這兩個平台首頁自然排隊展示出來 我相信這也是大家期望可以得到的 在這裏我們為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過往成功的經驗 Hotelty HeatPass,是轉移引花裏面一個工業裏面上用的關鍵詞 在這裏帶出來的相關頁面有200多萬 第一個連接,就是香港一家公司 Google Press的品牌 我們回想一下,如果這個排位是需要付費的,我相信它停留不到多久 因為這是一個免費的自然排位,是全球首頁 -come.com的首頁低益的排位 這個排位都不是相關的重要,最重要就是它可以獲得 Google在下面簡易搜尋那個冠銘牌 Google Press就是它們這家公司的品牌 這兩個相關的影音帶出來的所有相關內容 都是這家公司在視頻推廣裏面所做的工作 全部視頻都是這家公司的相關視頻 是深入剖析它們所生產的印花機的操作完成 作為一個搜尋者,它要得到這些相關訊息 在一個頁面搜尋裏面 如果它有一個視頻可以選擇,或者傳統的頁面 我相信大部分的搜尋者都偏向轉移動 轉去多媒體那個頁面 我們再看看Google YouTube Google Video 那個頁面 10個關聯的連接裡面 它拿了8個 是24萬的關聯連接裡面 在首頁它拿了8個 在互聯網去評價這家公司 它所排的位置 確確實實 在工業裏面是相當超越的 它下面這兩個牌位 不是說你今天有錢 投放多少錢 就可以將這個牌位拿到手裡 它完全是用時間去累積回來的 它才可以獲得今天那個行業重點的推薦 我們今天要做那個市場推廣 一定要眼光放大一點點 面向全球 我們才有出來 在接下來的5月20會 我們在工業總會 香港工業總會 舉辦我們的分享會 將我們的經驗 在互聯網裡面的排位經驗 跟大家一一分享 教你們如何用零成本 做Google的全球行為 另外 如果大家要面向中國市場 我們這裏有一個蘋果推薦給大家 它是在播放你們視頻之前 是完全不會插廣告 它是唯一一個可以進入國內市場的 視頻平台 啟動 多謝大家